由台东县政府与台东县铁人三项运动委员会 纳路湾大酒店等单位办理的 2010年台东芝美全国铁人三项国际邀请赛 定在10月2号3号1年2天在台东森林公园或水湖举办 分为奥运赛程以及三项接力两部分 2010年台东芝美铁人三项国际邀请赛 那我们这一次除了国际标准赛之外 我们还有10月3号举办了一项铁三角接力 铁人三项国际标准赛40分裂 我们有游泳、脚踏车以及路跑活动 游泳我们是以1.5公里为标准 自由车是40公里 路跑活动是10公里 总共合起来是51.5公里 我们的沿途也有供水站 往年的比赛市民都非常的热情 还会提供饮用水给我们的选手 让选手感到非常的温馨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来台东比赛 所以希望这一次的比赛能够为台东的观光能够加点分数 为了使比赛顺利进行 2号上午10点半到下午5点 以及3号的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 会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 大型车沿进入自行车路线 而光复路以及中华路通往中华大桥的道路将封闭 路跑比赛时市区的部分地区道路也会进行管制 当天利用连外道路以及马亨亨大道 从台东往东海岸方向的汽机车 请依照远警的指示 进行民众以及驾驶人能够注意选手的安全 以上新闻由温格的报道